賴清德5號拋出的祖國論 還有國慶當天發表演說 引發中國不滿 各界關注之際 這中國會不會軍演呢 果然這軍演就說要來了 我們來看到這次呢 中國解放軍東莫戰區 在周日發布的恫嚇影片 大秀軍事肌肉 全長1分01秒 一開始放上陸海空 火箭軍還有各種的武裝 影片最後呢 剛剛有看到那四個大字 整個帶彈 但這主要四個大字當中 這個彈字 他刻意呢 把這個約中間的一 變成了台灣本島的圖樣 那麼暗示隨時都可以進行 環台行動 恫嚇以為相當的濃厚 好 當然說到今天呢 我們看到這中國呢 今天就宣布呢 要組織戰區陸軍 海軍還有空軍火箭軍 等等的兵力 要在台灣附近來圍台軍演了 地點包括哪裡 包括呢 這台灣海峽的北部 還有台島南部 以及台島以東 進行聯合力建2024B的 環台軍演 演習重點呢 說包括了海空戰備警巡 還有藥港藥域的封控 對海陸的一些打擊 那麼解放軍的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說呢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的行徑 來強力的震賀 那麼文護要台灣的 維護國家的主權 也要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當必要性行動 那麼再另外還包括了中共的遼寧艦呢 航空母艦艦隊群呢 是最近就在菲律賓海帶來實施戰機艦的起將訓練 國防部也對此表示 這編列昨天已經行使進了台灣海峽附近的海域 研判案可能進到西太平洋來活動 當然國軍也運用了聯合勤艦針的系統 來嚴密掌控相關的動態